即将卸任的国民党团总召曾明宗 拿出立法院政府院长选票样张 还特地把韩国瑜将启程框起来 大阵仗模拟投票流程 就是要确保自家立委不会投错票 投错就党记者为了 开玩笑 开玩笑 虽然曾明宗马上说党记处分是开玩笑 但传出国民党确实要记出严格规定 如果迟到没投票 或是该错变成废票 区立委将进入冷冻名单 不能参选委员会赵伟 也可能影响日后提名 部分区立委则直接开除党籍 变成只有一天的短命立委 一定一定会公开的让大家看到 每一个人的投票都非常的清楚 没有出席视同跑票 我们用最严格的党籍来处分 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投错票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 国民医务教育都这么高了 那名字看错的几率 我想至少我不会发生 那我不知道别人为什么会发生 我个人是支持 如果有逃票 如果有误盖 甚至有相关的其他的情势 我们都是应该要开除党籍的 国民党严正以待 因为上一届即使事前而提面命 推出来的院长人选赖世宝 还是跑了三票 让他气得罢国民党团是一盘散沙 就怕救世重演 国民党这次打算以选区分组投票 而且每一组都有一个组长 负责监票回报 一定要票票入轨 互相来报备 相关会不会去要上个厕所之类的 引导的一些委员 在讨论说他们今天要不要安排一下 明天晚上的一个旅宿 希望他们不要回到选区 因为避免说可能有一些起雾 船只雾点 确保一票都不能少 冲回国会最大党的国民党 用最高规格看待院长选区 美食新闻组合报道